两个天使到地主家借宿 地主在冰冷的地下室给他们找了一个角落 当他们铺床时 老天使发现墙上有一个洞 就顺手把他捕好 第二晚两人就到农家借宿 夫妇俩不仅拿出谨剩的食物 又让出自己的床铺 第二天天使发现 夫妇俩在哭泣 他们生活的来源奶牛死了 年轻的天使质问老天使 为什么帮地主修补墙洞 却没有阻止农夫家买牛的死亡 有些事并不像他看上去那样 老天使大道 当我们在地下室过夜时 我从墙洞看到里面铺满金砖 因为主人被贪欲所迷惑 所以我把墙洞补上了 昨晚死神来召唤农夫的妻子 而我让奶牛代替了他 这就是爱格尼斯定律 有些时候事情的表面 并不是你所看到的样子 你必须要透过你所看到的表象 深入思考事情的本质 人们往往执着于自己所看到的 一旦陷入其中便难以自拔 我们是人的观察所 关注我一起好好生存 商朝时 咒王命人用象牙做了一双筷子 他的叔叔姬子见了 劝他收藏起来 而咒王却满不在乎 满朝文武大臣也不以为然 认为这是一件平常小事 姬子为此忧心忡忡 大臣不解 问他原因 姬子回答说 咒王用象牙做筷子 必定不会再用土制的瓦罐盛盛汤装饭 肯定要改用犀牛角做成的杯子 和美玉制成的饭碗 有了犀牛角杯和美玉碗 难道他还会用来吃粗茶淡饭吗 其后仅五年时间 商周王就因自意交车 断送了商朝五百年的江山 这则故事反映了 现代经济学消费效应 吉伦效应 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 有不可逆行 开始你只想买个AJ 但是有了之后 还要以只相匹配的裤子 再然后潮流的卫衣 最好再来个帽子 一直买一直爽 就像中了毒一样 我们是人类观察所 关注我 一起好好生存 在宿舍楼后面 停放着一部烂汽车 孩子们每天晚上便来玩耍 敲打汽车 震而欲落 大人们越管 孩子们敲得越欢 这天 一个人对孩子们说 小朋友 我们来玩个比赛 敲得最响的 讲玩具车一个 孩子们欢呼雀跃 争相敲打 优者得奖 次日 这个人又来到车前说 今天继续比赛 奖品一个苹果 孩子们见奖品直线下降 纷纷补月 无人卖力敲打 第三天 此人又对孩子们讲 今天奖品为糖果两例 孩子们纷纷不满 不敲了不敲了 真没意思 回家看电视了 这里运用的就是 阿伦森效应 人们最喜欢那些 对自己的奖励 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 反之则让人心胸反感 假如你刚来公司 就积极表现 到后来慢慢松懈下来 领导就会觉得 你之前的表现 都是虚伪 从而造成对你的 不诚实影响 阿伦森效应提醒人们 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 打一巴掌给一颗糖 你先给糖 再打一巴掌了 我们是人类观察所 关注我 一起逃逃生死 每当你想要减肥时 总有小伙伴跳出来说 你不要在晚上六点以后 吃碳水化合物 但其实下午五点五十九 和六点零一 吃下的碳水化合物 所含的卡路里 没有任何改变 晚上减肥的你 可能会选择蔬菜沙拉 但其实一勺沙拉酱 比相同分量的巧克力 热量还高 喜欢喝甜饮料的阿柴 特别想喝甜饮料 但是又想保持身材 随后为难该不该喝 带有偏见的棕熊 却认为 喝甜饮料会变胖 疑惑的阿柴 求助教授熊猫 甜饮料真的会让人变胖吗 要是担心胖 可以选择代糖饮料 代糖饮料中的甜味剂 甜度高 用量小 口感是甜的 但不会增加热量摄入 并不会让人变胖 是甜蜜无负担的好选择 话重点 这就是刻板印象 人的大脑 会用自己以往了解的经验 去归类许多事物 这样本来是为了 给大脑降低负担 却无形中造成了 许多以天概全的悲剧 所以说 师傅为了启发徒弟 给了他一块漂亮的石头 和三种不同的标价 让他去三个地方试着卖掉 徒弟来到了菜市场 拿出使用的标签 许多人讨价还价 还指出几块钱打算购买 师傅听后说 现在你拿第二种标签 去黄金市场问问那的人 这次徒弟很高兴说 这些人竟然愿意出 一千块钱买这块石头 师傅笑说 现在你去珠宝市场 看看用第三种价格 能不能卖掉它 徒弟又带着石头到了珠宝市场 他简直不敢相信 标出十万块钱价格的石头 很快被几个人看中 徒弟不可思议的摇摇头 他们便开始争抢 我出二十万 三十万 最后以五十万的价格 把这块石头卖掉了 这就是凡伯伦笑领 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伯伦提出 一些商品的价格定得越高 就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而故事中 是关于实现人生价值的道理 如果你不想要得到更高的价钱 你就永远无法得到更高的价格 我们是人类观察所 关注我 一起好好生存 抖晕